如果你前面这一下没有准备好 一辆对方一进来你就卡住 就算是这样子也没有关系 你挤压我的我再退一点 这时候空间就出来了 千万不要说这样子的方式去划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个卡腰的限量 一定卡腰 固执着进来就毁了 所以到这边的时候这个是框子 然后进退退 进退 那这个地方你就会挺稳 你要用顺柔的力量上 顺柔的力量上 顺柔的力量上 好 一开始就在后面 所以你会被我逼进去之后 你就会没有退路 好 所以 这边松 对松 再进去 退松 各位 等一下 对 可是就是你在退的时候 不要不要 还没接到力就开始退 像这种情形我这样子 我用不到你的力 你也用不到我的力 对吧 接牢的时候 发现不对再退 好 如果接牢的你的力量来 我可以转 我能转我就转 会 会 会 在这边就用力 用力 你用力就容易就会被一泻 然后你就想偏可 所以都不能够让对方一种 肩膀放下来快一点,因为放太慢,放快一点 要放快,不要太慢,趁六顺劲,挺高高的,趕快放下来,对,趕快放,总监了,一总监,就会被带起来,一路总监,你的重心就会在上面,放下来,对,对,而且你总监之后,你看, 你怎么样,我这个,合着这个,这个,我要合你的这种意图,你没有办法这个破绝,可是你如果是松的,我要合你的时候,你就可以长得很顺,对吧,所以说,一旦这边松起来,你再把它放下来,这样子才不会这个, 让自己陷入这种危险的方式 所以我们当我们的手 在跟这边较劲的时候 手如果在较劲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个力量来 你这边如果是松的 我还这样劲的话 你可以把我的脚 我马上就可以 把你的这个控制住 如果我是硬的 你就刚好这边借这个力 转身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用上 对不对 所以要注意那个手 绝对不能够用力